第一階段他們是先自我介紹嗎,要不要? 好,先自我介紹,那先從哪一位開始? 哪一位開始? 彥宇開始好不好? 彥宇喔?好,彥宇 彥宇還是彥宇? 彥宇還是好? 好,來 這有遊戲還來 我先給我一報小記者楊彥宇 嗯,好,楊記者好 多說一點啊,看你是從哪裡來啊 從哪裡來?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要問也可以啊,沒關係啊 都可以啊,你高興都好 要不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你哪什麼國小畢業的? 或是什麼國小就讀? 我還沒有畢業啊 還沒有畢業啊 你現在幾年級啊? 我就讀中山國小,然後要有三千四年級了 好,三千四 好張好耶 然後,我有上中山國小,都只有班 嗯,很好啊 謝謝,很高興的 來,BGM 喔,沒有高手 但是沒有沒有高手 喔,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好,好 再來是一天 我是國語日報小記者紅一天 然後我就讀在新國小 準備要升六年級 我很榮幸的聽到 好,那也很榮幸簡單 好,再來 謝謝 我是國語日報小記者 曾濟慶 我讀中山國小 在新竹 從新竹來 很高興的 謝謝,很高興的心 很好 我是國語日報小記者方可敬 我是新北市新市國小 嗯 今年四十五年級 謝謝,幫你講你好 嗯 謝謝 我是國語日報小記者的區 我 我是開美 從 復興來的 我今年四十五 四十五 嗯,好 我是國語日報小記者 你好 我今年六年代比國小 四十五 嗯 你好 請回 對啦 謝謝 就這個 謝謝,辛苦了 嗯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照我們原本安排的方向和題目 對 我也要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國語日報的編輯 嗯 嗯 那 就還是一樣是 諺語先開始 那就從諺語這邊開始先提問 OK 好,請 今天要排報的問題是 為什麼你會想要當政務委員 嗯 你覺得當政務委員需要具備哪些能力 嗯 就該如何配合 嗯,是 我會當政務委員 是因為當時我們一起去佔領了立法院 那在立法院的佔領的那二十幾天的過程裡面 大家就事論事的討論服務貿易協定的這件事情 那因為立法院的朋友們以前覺得說 那麼多人在街上 很難認真討論一件事 但是我們運用一些資訊的技術 就可以讓大家討論的過程 很容易的讓其他人能夠跟得上 又可以接續這個討論 所以當時行政院的朋友覺得 欸,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他們也想學習 所以呢,我就在 我在也是這個辦公室 當時蔡玉林政務委員的辦公室 擔任一個等於專案的顧問 顧問就是碰到什麼事情 她不會的會問我 那我這樣子當了一年多之後 他們覺得欸,這個做法很棒 所以後來當蔡英文總統 當上總統之後 那我就繼續在這個辦公室 有一點像是 你本來在一個地方 見習嘛 打工嘛 等等 那但是後來就變成了正職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至於擔任政務委員 需要怎麼樣子的能力呢 主要的能力就是去聽 各種不同的人講話 而且你聽過他們講話之後 他所想的那件事情 你也要能夠幫他講話 那但是就算反對他的人 你也要能夠幫反對他的人講話 每一邊你都要幫他講話的時候 你才能想出一個 對大家都好的解決方法來 所以有朋友的方法就是不停 幫你騙你 我看到您分享了 您同時簽任了三個公司的護問 又擔任政務委員 那您如何分配時間做好 是 首先要先強調一下 這三個不是公司 而是我們叫做非營利組織 公司有一些公司 他也有做一些公共利益 但是他也要幫他的股東賺錢 非營利組織是專門做公共利益 他不是幫任何人賺錢的 這樣子一個工作 那我們擔任公務員的時候 我們只能同時去擔任這些 組織的職位 不能夠去擔任 營利的公司的一個職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公務員 公務員就是要幫所有人服務 那如果只幫 特定的股東服務 又要幫所有人服務 這中間就會產生矛盾 所以我這三個都是國外的 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巴塞隆納 另外一個在阿姆斯特丹 都是一些國際的組織 那要怎麼樣去平衡這個行程呢 如果他是在美洲 那我可能就是在早上7點到9點的時候 處理美洲的事情 我剛剛講的另外兩個城市都在歐洲 那如果是歐洲或非洲的事情 我就會在晚上5點到7點處理 大概是這樣來處理 沒有 謝謝 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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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各位國小醫師 好一天 那第一個問題就想問的是 請問您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 那現在實現了嗎 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 我可以跟全世界 不管住在哪裡的朋友 都能夠持續保持聯絡 而且可以一起來創作 不會受到說好像你住在歐洲 他住在美洲 我住在亞洲 就變成好像只能坐飛機 才能夠彼此聯絡 那後來因為有全球資訊網的發達跟普及 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了 謝謝 那我第二個問題是 請問您從這份正委員工作中 哪裡獲得成就感 我最主要的成就感是來自於說 本來看起來好像是 互相沒有辦法彼此聽得懂的兩群人 透過我的工作大家可以在一起 而且做出共同的一些創新來 創新就是一些新的事情 所以這些新的事情就可以照顧到 好比像說一方面是想要發展經濟 另外一方面是想要保護環境 有的時候看起來有衝突 但是我們透過一個叫 循環經濟的這個新的模式 你就可以一面發展經濟 一面照顧環境 那這些創新模式的出現 是讓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那我的第三個問題是 我沒辦法想像我變成女生的樣子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變成一個跨性別者 或是什麼東西讓你有這個決定 如果你比較沒有辦法想像的話 現在有很多APP 就是你可以去安裝這樣子的APP 或者把你的照片上傳到一個網站 那它就會幫你去補上 好像你照鏡子自己變成女生的打扮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的想像力就是需要一些靈感的來源的話 那可以去參考這些應用程式或這些網站 那我因為從小在網路上面 本來就是在某一些網路的社群裡面 我是以男生的身份出現 某一些別的社群裡面 我是以女生的身份出現 而其他的網路社群裡面 我甚至還可以從用外星人的身份出現 因為是線上遊戲了 那這些狀態都是很從不同的角度去跟人群來互動 那所以等到你嘗試過各種不同的角色 你就會覺得說社會上面所有人 你都可以聽得懂他講話 不會因為說你是男生他是女生 就有一些他講的話你聽不懂 那第四個問題我想問的是 身為全球第一個跨性別部長 你有什麼感受的理由 我其實不是部長我是政務委員 但是當然同樣都是內閣的閣員 那而且我也不一定是全球第一個跨性別的 我是全球第一個公開跨性別的 也有一些跨性別的朋友 他並沒有公開 也就是說大家覺得他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但他並沒有公開說 他以前不是男生或者是女生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對我來講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讓全世界可以看到說 台灣對於各種各樣的不同性別的認同 或者是性情像不同的朋友們 都是覺得很好 就像彩虹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也會變成世界認識台灣的一個方法 謝謝我 謝謝 謝謝 我是國際日保祥記者 正記性我想請問您 請問您為什麼會不會想做像是FB YouTube那樣的網站頻道 可以賺大錢 可以什麼 可以賺大錢 我之前就是在Social Text這家公司工作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就是去把像Twitter或者你剛剛講FB 或YouTube等等這些變成企業裡面也可以使用的企業內部工作的一個工作的平台 那這家公司後來也賣給了一家更大的公司 所以我已經賺過大錢了 而且做的就是這些平台的事情 只是不是讓大家下班的時候用 是讓大家上班的時候用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已經做過了 做過了就比較沒有挑戰性 也比較不會有成就感 就好像你玩一個遊戲你已經破關了 你會想要玩下一個遊戲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 您在小學幼年級期間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對你有什麼影響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是去德國 然後去念當他們的小學四年級等於降了一年 所以我當時是五年級 但是我的同學都是四年級 然後都是德國的小朋友 但是這些四年級的朋友雖然比我小一歲 但是看起來都比我更成熟 而且也都更能夠自己去幫自己做決定 不用等他的爸爸媽媽幫他做決定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說這些小孩他都好像大人一樣 那後來就發現說那是因為從小 他們的爸爸媽媽就把他當做大人看待 所以他就會覺得自己要為自己做決定 自己什麼時候出門 什麼時候回家 要學什麼課程 要怎麼樣安排自己的時間 都要自己決定 那這個時候等到他們四年級的時候 感覺上就好像國中生高中生 這樣子的成熟的程度 所以當時對我的影響是很大 就是說並不是小孩子就不成熟 完全是看旁邊的大人 怎麼樣跟小孩子互相相處 謝謝 我的第三個問題是 您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為什麼 最喜歡什麼 運動 運動 我最喜歡的運動就是目前啦 就是快步的走路 那從家裡走到我們的辦公室 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仁愛路三段99號 我這樣子走路 如果走得快 大概十分鐘就會到 但是我現在都要走十五分鐘以上 因為中間會有人要拍照啊 趁忙啊 對 那所以我都得提早一點出門 那我這樣子走路上班 然後又走路下班 這個是我目前每天都會做的運動 好謝謝 我的第四個問題是 大家都說你非常聰明 請問你有沒有學不會的事情 或是不喜歡學某些事情 嗯 我不會不喜歡學任何事情 但是有很多事情我是學不會的 因為很多事情你要學會之前 你要先有某些個人的經驗 或者是說你要有那樣子一個群體 好比像說 如果你現在要學古代的希臘文 那這個語言 因為現在在用的人已經不多了 你要先找得到會用的這群人 那這個時候你進入這個群體之後 你才真的能夠學會這個語言 那所以如果我現在好比像說我要學阿美族 或者布農族或太亞族的語言 這個是很容易的 因為我找到這些族人 我就很快可以學會 但是如果這些語言它已經消失了 或只剩一點點人在講了 我現在就算想學也很難學得會 謝謝你 是 好 我是國語日報小弟德當中 我今天要採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曾在受訪中提過 成長過程中會受到某些霸凌 請問你當時是如何保護自己 如果現在有同學也受到霸凌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我當時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修學 修學就是不用再去學校 自然他們也沒有霸凌我的機會 那我修學的過程裡面 我去看了很多書 這些書就是所謂的發展心理學 來告訴我說 為什麼他們會想要霸凌我 那我一旦找到他們霸凌我的原因 好比想說是因為他們的家長 很希望他們考第一名 但是第一名的這個位置被我站走了 所以他們就成為是第二名了 所以他們心裡就很不開心 那我一旦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好比像說我到國中的時候 雖然我的科長也取得了全國的名次 但是後來呢 我在國中的時候 每一次的段考我都交白卷 那我都交白卷的結果 就是我們班上所有其他同學的名次 都往前了一名 那這件事情呢 就讓他們不會不喜歡我了 所以總是要討論的是說 你在意的是什麼 對我來講是要追求 我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 想要獲得一個答案 想要做研究 那但是這個分數對我沒有那麼在意 那一旦我了解到 原來他們在意的只是這個啊 那我叫白卷就沒有事情了 那第二個問題是 請問同事行政院中文人士 有沒有遇到病人同樣的問題 最後又是怎麼解決的呢 有啊有非常多 那 花比翔說 各位今天有些有戴口罩嗎 我們在一開始 要怎麼樣讓口罩公平的去分配給所有人 讓盡可能多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能拿得到口罩 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在當時因為有民間有一個朋友 做了一個地圖 你可以在手機上 就可以看到附近哪個藥局有口罩 哪個藥局沒有口罩 但當這個我們一開始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按照你去刷健保卡的這個次數嘛 你刷一次健保卡 小朋友就可以拿到十片口罩 地圖上就減少了十片 但是當時因為排隊的人很多 所以呢有些藥局會發號碼牌 他一旦開始發號碼牌的話呢 就會變成地圖上看起來還有 但是呢其實你去排隊的話 他號碼牌已經發完了 這種不一致的情況 就有很多的藥師 覺得說我們做這樣一套系統 本來是要省大家時間 反而浪費他們的時間 因為系統跟實際的狀況不同 所以當時也是很挫折 後來怎麼解決呢 後來解決方法 其實有一些藥師跟我們建議說 我發號碼牌只發到十點啊 所以我應該在你們系統上說 我十點以後就不營業了 那後來我們就改了這個系統 加上了它營業到幾點 或號碼牌發到幾點的資訊 也有一些藥師說 我號碼牌九點半就發完了啊 那這個時候我希望按一個鍵 就從地圖上消失 就變成歸零 這個我們也幫他寫了進去 這兩個功能出現之後 藥師就不會再覺得 好像我們在找他們麻煩了 而後來現在有一個叫三倍券的一個 紙本的一個券啊 我們是郵局在發送 郵局發送的第一天 也碰到跟當時藥師完全一樣的狀況 但是因為藥師的這些建議 我就跑去郵局跟他們講 他們到第二天就都解決了 第三個問題是 請問您對於正在求學的學生 建議應該要怎樣的努力 才能符合未來的趨勢走向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不管未來有什麼新的事情 你都對他有好奇心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能力 如果你還有時間學第二個能力的話 就是跟別的對他也有好奇心 但是跟你的文化可能不一樣 跟你的年紀可能不一樣 跟你住的地方可能不一樣的朋友 你都會跟彼此之間互相學習 互動的這個能力 有這兩個能力就可以 在新的世界來的時候 不會變成好像我不敢去問問題 我不敢去分享我學到的事情 那樣子的話就比較不好 那如果你保持著好奇心 保持能夠跟人互動的話 才能夠達到所謂的共好 就是找到這個新的事情來了 我們有些共同的價值 謝謝 謝謝 我是國瑜志浩小姬的您聽 我已經有一個問題 也是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 您現在的數位發展部會 它不僅是各部會的數位整合 理念上更是將機器與機器的整合 我很佩服您帶領完成台灣登山 申請一戰式服務 我的一戰式服務 及口罩三點零 我很好奇您怎麼知道 有那些問題 急需後台整合 嗯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朋友 好比像說看到社會上值得解決的問題 好比像說大家都不知道哪裡有口罩 這個時候他們自己不會等我了 他們自己就會去做一些創造 一些發明 那當他這些創造發明 被各位就是記者媒體工作者報導的時候 這些新聞就會被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之後我也會好奇 他怎麼做到的 我就會跟他取得聯絡 所以在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媒體的角色 如果媒體就是各位新聞工作者 能夠即時的去把社會上新興的這種創新 讓大家知道 這個創新的人就可以獲得很多人來支援他 包含我在內 但是如果媒體沒有去報導 這些社會的創新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知道 有這些新的應該要解決的事情 以及新的解決事情的方法 所以我想媒體工作是在這裡面最重要的關鍵 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的休閒娛樂是什麼 也會玩線上遊戲或VR嗎 我們要怎麼像你一樣 善用數位科技而不成名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我在玩遊戲的時候也好 或者我在做任何東西的時候也好 大概都是有一個時間的管理的方法 叫做番茄鐘啊 番茄鐘的方法 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做任何事情 我可以很沉迷 但是我只沉迷25分鐘 我25分鐘到了 不管是波格鬧鐘 或者看一下時鐘啊 不是那位時鐘 看一下牆上的時鐘 那個時鐘就會提醒我說 不是那位 時鐘就會提醒我說 那個25分鐘到了 那你要休息5分鐘 我在休息5分鐘的時候 就會去想說 這件事情還需要沉迷下去嗎 或者是我可以找另外一件事情來做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5分鐘的休息的話 很容易就會變成一頭栽進去 一醒來已經天亮了 的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想有一個沉迷 然後稍微出來一下 再沉迷再出來一下 的這個節奏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不管是在VR裡面 那我在用VR的時候 也是盡量去跟其他人互動 而不是我一個人關在VR的時間裡面 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同樣的也是盡可能透過遊戲 來跟這個對這個遊戲感興趣的 朋友們一起互動 而不是我一個人玩這個遊戲 總之就是要勇於分享 而且這個時間呢 同樣的分享了25分鐘之後 也要休息5分鐘 第三多題是從網路看到您 甚至能閱讀各國經典著作 我想請問您從小學習英文 有什麼方法可以給我們建議嗎 我在小的時候看的各國的經典著作 都是翻成中文的 我是一直到15歲才學英文 所以我小時候沒有學英文 那我小時候最多學了一點什麼 發音的音標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小時候主要是 我阿嬤是跟我講台語 這是我學的第一個語言 那接下來在上學之後 當然會學現代漢語 那之後呢去了德國 因為那個德國的小學在法國邊境 所以也學了一點法語 所以英語其實是我學的第五種語言 那掌握一個外國語言 也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就是你跟使用這個語言的人多接觸 你生活在這個社群裡面 久了你自然就會講這個語言 沒有什麼訣竅可言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我最喜歡看的書是字典 然後任何就是我搞不清楚意思的字啊 或者是說我想要有什麼學習的靈感啊等等啊 我就會去打開一個之前跟很多朋友一起寫的程式 好比像說剛好我上一個看的字叫做句點啊 那 這是一個網站 對這是一個網站 也是一個叫做萌點啊萌芽的萌 那所以好比像說 像你對一個字的發音 你對一個字的笔畫 你對一個字的固守 你對一個字的固守 你對一個字它在台語裡面 在客家話裡面 怎麼講 有各種不同的歷代的書寫的方法啊 或者像什麼 你對完成這個有定義上面 它到底有哪些意思呢 完成它可以是做好一件事情 按照預定計劃結束一件事情 但是它也有去救助去保全的意思 這個就比較不知道了吧 或者是說 甚至還有完婚的意思啊 那但是它前面這兩個主要的意思 那在這個客家話裡面 它是這個 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完等等 那所以如果你對各種不同客家話的 發音有興趣的話 這邊有四縣 海陸 大埔 饒平 昭安 南四縣等等的各種不同的發音啊 那所以就是這整個文化 就是在台灣裡面各種不同的語音 各種不同的文化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理解 那或者你對英語 法語 德語 也有興趣的話 那這邊也有提供相關的一些說明 這是我最喜歡看的一本書 那如果裡面還有就是越來越多的 新的東西 好比像說最近也有朋友說 那日語可不可以加入呢等等 阿美語的朋友 也有拿這個去做一個阿美語的網站 藏語的朋友 也有拿這個去做一個藏語的網站 那這些都是非常棒的 等於這本書 它會不斷的生出衍生的一些作品來 我的第二個問題 我的第二個問題 那你那麼聰明的 有成績上過什麼嚴重的錯誤嗎 當然有啊 好比像說 剛剛那個口罩藥局 讓藥師這個發了號碼牌之後 就接到很多人打電話來說 口罩地圖上面說你明明還有口罩 但是為什麼呢 我來現場沒有 怎麼是浪費我的時間呢等等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錯誤 但是這個嚴重的錯誤 我覺得 我有一個很常講的話 就是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啊 就是我們很公開的承認說 對我們搞錯了 我們本來以為說 大家都會一面排隊一面刷健保卡 沒有了解到說 其實很多人就是把健保卡收到櫃檯 慢慢的去過卡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那我只要不要去好像去閃躲說 這個就多排一點對嗎什麼之類 只要不要講一些讓人聽了會更難過的話 而是說這個是不對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怎麼解決 請問你覺得怎麼樣可以變得更好 那這個時候不管是各位媒體的朋友們 或者是鑰師或者是工程師都會一起聚集起來 想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們一下子做不好並沒有什麼關係 重點是大家想出更好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面子問題不願意去採納 還是我們沒有面子問題 明天馬上就採納 這個才是最大的差別 因為我那個時候給證會的時候 是在給唐鳳的時候是這麼大一點 所以我們先幫小朋友準備了收聽一點問題 那接下來他們第一波都問完了 所以接下來就自由發展的事情 想到什麼問什麼了 對 這麼厚一點的問題 不會突然就忘記你們可以問什麼 你自己突然想到什麼也可以問 不一定要廣告上去 請說 為什麼你想和其他同學選擇不同的跑道 或人生的道路 嗯 每一個人的跑道都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問題可能要更 問得更清楚一點 因為你的跑道跟你的同學也不一樣 所以我不用特別選擇 每一個人的跑道都跟旁邊的人是不一樣的 在推動108千塊 或者您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您覺得當然這個角色是要具備哪些專業能力 又該如何培養呢 是 我在108課綱的課發會主要負責的事情 是去看各個不同的領域的這些研修小組 就是去負責寫課綱的這些朋友們 寫出來這些東西 他在實際實性上會不會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呢去按照 好比像說 我有做過蒙典 那我了解到說 比如說在台灣用Burple Murph 就是注音符號 學的 是一種學的方法 但是呢 好比像說原住民族的朋友們 他可能一開始學的族語的時候 是用ABCD這種拼音的方法 來學他的那一族的語言 所以當他要學現代漢語的時候 他說不定是用拼音的方式學 比他重新再學Burple Murph 要來得容易 那我們在當時課綱研修的時候 如果說所有人都要先學Burple Murph 那好像就比較沒有照顧到 這些原住民族的朋友 他們學習的需求 那我為什麼能夠做出這樣子的建議 就是因為我透過蒙典的這個社群 這個發展 認識到說很多教安美語的老師們等等 所以才會了解到說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要怎麼培養呢 就是把你的作品公開出來 不去禁止其他人來改做你的作品 這樣子別人改了你的作品 把蒙典變成安美語蒙典的時候 你才能跟他學習 如果你把他關起來 所謂閉門造句 不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學習到這些不同的文化 您追求的是公共服務和公眾意義 那麼您如何確認一個政策的推動 的確是符合公眾意義的呢 當然符不符合公眾利益 這個就只有問公眾啊 所以如果我們推出一個政策 那大家都覺得這個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那大家就不會特別說什麼 但是呢如果有人覺得說 這個公共政策真的是影響到我的生活 我覺得我的生活 好比像說當時的藥師啊 覺得說我只有一個人 這個藥局又很小 這個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撐得下去了 他就會去找你們這些媒體工作者 那這個媒體工作者呢就會寫一篇文章 或者是拍一個一段影片 來告訴所有人說 有一些藥局他真的只有一個人 他真的沒有辦法再執行這麼艱巨的一個任務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之後就知道說 雖然對很多公眾有利益 但對這些很小的藥局的藥師來講 他有很大的不利益 那後來我們就有調整我們的策略 讓這些比較小的藥局 一人藥局的藥師或他年紀很大了 沒有辦法撐這麼久 那他只要顯明他的原因 他就可以退出口交使命制的這個行列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他們 一路以來到那個時候為止的貢獻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透過媒體的報導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大家都大概可以接受 還是真的有小部分人 不小心被不利的影響到 我都有問題問了 謝謝 那我是故意的合理醫生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也有學一些才藝 除了學業以後 我也有練高爾夫球跟小提琴 那不同課程之間 我會覺得有時候就覺得很累 那請問您怎麼一次進入那麼多職業 時間如何安排 然後問你如果在學業上很早期的路數 當然覺得累的話就休息 因為如果你睡不夠的話 你學到的東西 你明天就記不起來了 但是你如果睡得很充足 你每一天學的東西 就算它的時間比你熬夜要來的短 但是事實上你記的比較老 因為人的短期記憶 寫到長期記憶 是靠睡眠來達成 所以一定要睡夠 這是最重要的 那要怎麼樣超前部署呢 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說 你的興趣是什麼 你就先去學什麼 因為你沒興趣的東西 你要花兩三倍的時間才能學會 你有興趣的東西 你用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學會了 所以就是先挑 有興趣的部分先學 這個是最容易的 還有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番茄食中 那我想問的是 這個番茄有什麼關係 對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在這個發明的地方 因為是歐洲嘛 他們在廚房去做這個料理的時候 往往會有這樣子一個 撥的這個時鐘 然後呢 它上面呢 有時候就是會 有幾片葉子 什麼之類的 對 就看起來就像番茄的這個樣子 然後它有一個頂蓋 你旋轉這個頂蓋 它的這個刻度就會撥動 所以等於你撥鬧鐘的方法 是旋轉那個番茄的頭 然後呢 你旋轉到25分鐘 那你就去做菜嘛 那做完菜之後 有時候它要放涼 要25分鐘 或者說它要先解凍 要25分鐘 或者是說 它要先小火慢噸個25分鐘等等 那這個就在廚房裡面 它就會叮了一聲 那你就可以回到廚房 去進行下一個料理的程序 所以就是在歐洲某些地方 它在廚房用的旋轉式的鐘 是番茄的形狀 那剛好這個工作方法的發明人 是用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他就叫把它叫番茄式鐘 那但是當然我們這邊在廚房 並不是大家都用這樣子的時鐘 所以這個方法 它在英文叫做Pomodoro 就是這個番茄形的時鐘的意思 我們翻譯過來 就翻成番茄中 謝謝 我是小記者長記性 我想請問你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 你還是要替政府工作嗎 為什麼 我沒有在替政府工作 我在跟政府一起工作 我的工作是方權事件 那有一些政府願意給我的工作 一些成果的一些展示的機會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我一方面在跟我們的民國政府 一起合作 但是一方面跟紐約 跟巴塞隆納 跟阿姆斯特丹 那之前還跟巴黎市政府 跟很多的政府 我也同時在一起合作 所以我不是為其中的一個政府工作 我是為所有人工作 那在這個跟所有人工作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政府特別希望 我多花一些時間 那各位 至少各位的家長 都有付我薪水 就是有納稅 那所以我就多花一些時間 在我們民國上面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就算他們沒有納稅 我也是很願意去跟他們一起工作 那所以如果能夠再次選擇的話 我當然還是在做我本來的事情 那主要還是說 大家願不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在台灣的這個地方 去把我的一些想法 比較早實現 請問你在德國讀書時 你的心情是什麼 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 好像終於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自己選擇 我想要念什麼 因為在德國小學四年級 其實大概都是到下午兩點 就放學了 所以之後呢 絕大部分的時間 我要自己去安排 踢足球呢 還是要畫畫呢 還是要彈鋼琴呢 學小提琴呢 等等 那而且在德國呢 他不會是好像家長安排 我的同學都是說 他們自己去選修 他們想要的這些課程 或者這些活動 所以選修這個概念 在我小學三年級以前 我從來沒有聽過 但是到了德國在小學四年級 好像大家都在選修 他自己想要的課程 那當然我們現在新課綱裡面 學校也可以開他自己特色的課程 加深加廣的課程 自主學習的課程等等 那所以這些概念 也慢慢開始進入台灣的教育系統 真的在當時我去德國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 學校會問我說 你想要學什麼 而不是說 你必須學什麼 謝謝 不是小弟的方可聽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為什麼講圖書編寫的時候 是會在考慮 因為編寫程式是有點像是 就是創作音樂 就是寫一個樂譜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我本來在創作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但是呢 這就像樂譜 其實你寫好樂譜之後 你的目的是希望 有人能夠演奏它 有人能夠聽到它 能夠心情變得 不管是變得怎麼樣了 你寫當時樂譜的時候 心情是怎樣就怎樣吧 那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情 然後呢可以跟你互相討論 那程式呢 同樣也像是一個樂譜 但當它演奏起來的時候 就像剛剛講到的 Facebook YouTube這些平台 它是讓人跟人之間 有新的溝通的方式 那我對於人跟人之間 透過新的方式溝通 一次認識更多人 了解更多人 聽更多人 彼此之間互相激盪啊等等 這個我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我寫程式主要 還是要創造一個 互動的空間 謝謝 好 有了這筆味道 給了我 恭喜耶 好 還有問題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PTIS的朋友要如何找 需要具有什麼難令與條件 我們PTIS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就是我的同事們 那我的同事們每一個呢 都是自己願意來加入 不是我強迫他們來加入的 有一半的同事 他本來就是公務員 在各個不同的部會工作 每一個部會最多可以派一個人 在我的辦公室一起工作 那他們為什麼過來呢 當然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在這邊開放式的創新 對他們不會在做的事情 有一定的幫助 那另外的一半的朋友 都是從民間社會來 他們有些是設計師 有些是做導演啊 有些是文字工作者啊等等 那這些朋友們也是覺得說 想要學習一下公部門裡面 要怎麼樣創新 他們可能有自己想要 就是實現的一些理想等等 所以來找我 那我在看 就是很多人想要來工作嘛 那我為什麼要跟他一起工作呢 我只看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他的這樣子一種看世界的角度 跟我們現有的這些成員 是不是很重疊 如果很重疊 好比像說 從同一個部會一次派十個人來 這個對開放式的創新 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這十個人看法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新的角度 別人都沒有想過的 你跟現有的成員越不一樣 那就越好 那第二個是說 當然你有自己想實現的事情 有自己想學習的事情 但是你學到的也要願意分享出來 你分享出來的時間的意願 至少要跟你學習回去一樣多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彼此之間樂於互相分享 而不是說只是你學東西回去 而你創造的東西 不願意讓別人分享 這兩個條件只要具備 就可以成為我的同事 我覺得好可怕 這一點沒問完 我想問你 我請不好意思 我是歸於日報庫康組的 你好 我叫唐紫萱 你好 我覺得我不管在什麼時候看到你 你總是非常的清明 和出了事情 你可以濕氣嗎 會啊 如果你現在生氣 我也會受到影響 就是 我覺得你的EQ就是比較高的 對啊 但是就是我畢竟不是生化人 所以如果你 就是 現在有人來找我陳情 那他這個受到委屈他很難過 我也會受到影響覺得難過 這個當然是會的 其實你處理事情的方式 我覺得都是算蠻理性的 是 是慢慢這樣可以 自己訓練自己嗎 也不是訓練自己吧 主要還是說 每天都有睡夠 那就是說 如果有白天 還沒有完全消化完的情緒的話 只要你睡眠時間充足 醒來又是新的一天 一直講 一直常要睡夠這件事情 不會 一天你要睡多久 如果沒有什麼太複雜的事情 大概七個半小時到八小時 那如果工作量比較大 那就要加班了 最多可以睡到九個多小時 工作量 工作量大 所以睡眠時間要拉長 因為我工作是在睡覺的時候工作 就是睡前把材料都看過 那睡醒來就會有一個新的見解 所以現在是休閒嗎 我是小記者一天的家長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過去大家都說英文是世界上共通的語言 那現在大家說未來 城市語言才是世界上共通的語言 那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或家長 都會覺得很急著要把孩子的軍備競賽 來讓他提早學習城市語言的東西 那我自己 因為一天的爸爸是在做房屋軟體的 是國內很大的房屋軟體 他在做研發的 可是幾十年我們這樣 Factone的家長 我們都覺得很難在這麼小的時候 然後如何引導他們學習城市語言 如果說這個城市語言 其實未來就是跟世界各地的人 共通的工具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 這些小朋友可以從什麼方面 入門去學習這個東西 我15歲才學英文 所以我從來沒有覺得 有什麼超前部署這種事情 語言就是你需要的時候 學起來就很快 你不需要的時候 學起來就很慢的一種東西 所以如果現在是想要大家 比較掌握不是城市語言 而是我們現在叫運算思維 就是說把一件事情能夠切分成很多 你可以25分鐘25分鐘處理的事情 那這個確實是有幫助 但是學這個的方式 說不定不是學城市語言 而是玩那個Minecraft 那或者是玩一些模擬類的一些遊戲 因為這些遊戲裡面本來就需要 你自己去透過策劃性計畫性的方式 去考慮一個複雜的問題 所以玩這些遊戲 其實像你學Scratch 那也跟疊樂高是一樣的 可能因為那個研究團隊 是樂高獨家贊助 但是就是 還真的是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不是在學一種語言 而是說你看到別人用Scratch 做的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可能是一個番茄中 然後你想要把這個番茄改成 我不知道鳳梨之類的 對 那你就只需要 就是上載另外一個不同的圖片 那它就變成一個鳳梨中了 那所以重點不是說 你從頭寫一篇文章那樣子的寫程式 而是你把別人寫好的程式 九成已經符合你的需求 你改幾個參數 變成你覺得很棒 你可以很開心很高興的一個東西 事實上我的工作 在我主要是軟體工程師的時候 跟你們家的這個工作 其實可能九成都是用別人寫好的程式 自己稍微改一點點 或者再加一點點 把現有的程式庫連接起來 所以即使是大人 專業的程式設計工作者 也是主要是在改別人已經寫好的東西 所以我想從小去培養這種 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寫好 只是你去運用改個顏色 改個邏輯 改它的大小 改一些配圖 長話等等 那這樣子的一種觀念 就是是大家一起創作 不是一個人創作的觀念 可能比學哪一種程式語言要重要 謝謝您 收益給錢 來請 我是到安土的編輯 你好 那我想請問你一件事 就是之前在閱讀的資料中 看到你大概在國小的時候 可能與人際關係的相處上 不是那麼愉快 就八歲了 對 然後就是有到國外去這樣回來一趟 那也知道你現在支持的主意大概是政府主意 安那期了 做開放式一些開放式政府去做一些工作 對 那麼在國小那個時候的低重途 乃至於到不太想去小學上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怎麼樣從不信任的人到後來走一個安那期主意到好像是新更大舟 嗯 嗯 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在八歲休學的那段時間 有去看發展心理學啊 成長心理學啊 兒童心理學啊 等等這些著作 那這些著作裡面了解到說 為什麼他們霸凌我 所以這個並不是關乎我 我自身 而是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只要有一天 還是把人的自信建立在這種人跟人之間相對的競爭的彼此比較上面 那其實就會有下一個被霸凌的人 也不是只有我而已 那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去針對這些特定的人 而是你要去改課綱 就是你要去把這個結構改成一個人的學習歷程 沒有辦法跟另外一個人的學習歷程相比 的這樣子一種多元的入學的狀態 素養導向的考試等等這些 所以到我了解了這些知識之後 那我如果想要改變教育的話 那我就先需要掌握這些先輩知識 那我在學這些先輩知識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在網路上面 絕大部分人都不會彼此個人跟個人之間比較 除了在打一些遊戲的時候 那但是除此之外 絕大部分時候是開放式的彼此創作 彼此聆聽的狀況 所以在那邊我就會想到說 為什麼現實世界大家都是好像要彼此比較 但是在網路世界反而可以有那麼大的空間可以一起創作呢 我就會開始了解到 原來網際網路的行程 本來就是每一個空間所營造的人 他不用取得別人的許可 就可以自己發明新的東西 比如說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人 不用問過當年網際網路的發明人 後來什麼Nepster 什麼Bitorium這些的發明人 不用問過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人 在他們後面 比特幣的發明人也不用問過他們 以太方的發明人不用問過比特幣的發明人 事實上可能不知道比特幣誰發明的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每一代都是在開放式的情況下 只要他說服足夠多子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工作 世界就改變了 他不需要去事前群得誰的同意 那這個才是安娜奇主要的精神 就是每個人在創新的時候不用獲得其他人的同意 也沒有人能夠命令別人說你一定只能用舊的系統 不能用新的系統 那這樣子對安娜奇的了解就變成一個我主要的政治的思考 那那個時候大概是我十四五歲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習慣了這樣的運作大概五年之後 我才有投票權 這件事當然是告訴我們投票權的年齡應該下秀 但是就是說當我碰到代議民主的時候 那已經是我碰到的等於第二種民主系統 那我先碰到的是安娜奇式的網路治理 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那在可能這疫情包含說歐洲 美國脫歐或是在美國可能有人家所謂的川普當選 那在台灣我們有看到一樣的情況 在這樣好像民粹或者是說反制的一個潮流下 我們還能夠相信這一套制度 或是它的政治開放 我們沒有脫歐吧 我們如果能夠加入歐盟好像還不錯 就你說你在台灣看到同樣的情況嗎 台灣有脫歐的情況嗎 不算脫歐就是說好像在 因為資訊的流通比過去還更進行 那可能很多人他在面對資訊操作的情況下 他前面去相信比較有情緒煽動力的正確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能把在政策上的操作 或者說你提到的安娜奇主義就是 在民主相對多數的情況下去實行 不過安娜奇主義的特色是不投票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投票說少數要服從多數 光是這個服從就已經不符合安娜奇的主義 安娜奇主義的想法是說大家有粗略共識的先做 沒有的我們慢慢再來討論 這樣子才是比較主流安娜奇主義的一個處理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符合台灣的實際情況 好比像說 其實台灣真的沒有類似脫歐的事件 我不知道你在想哪一個 可能同婚公投是最接近的一個了吧 就是同樣是公投嘛 那同樣是資訊潮宅 所以就大家會看小卡片什麼之類的 那也許這是最接近脫歐公投的一個事件了 那但即使在同婚的公投裡面 我們也看到同時是通過了兩個公投 一個是說可以結婚 一個是說但是不能交婚姻 對吧 那所以這個我不覺得是民粹的體現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的智慧 就是說因為在台灣結婚跟結因其實是不同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結因是兩個家族的事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 那但是大家在意的就是同婚的推動的朋友 在意的是個人的權利跟義務 所以當然結婚是要保持的 但是呢在裡面到底有多少人會去否定說 但是結因家族跟家族之間的關係 對社會也是重要的呢 應該也沒有人否定吧 所以這件事情都是到最後 我們按照我們的就是大法官的這個視線 所做出的所謂結婚不結因 這樣子的一種社會創新嘛 就是說他所有的婚的部分比較民法 因的部分一個字都不提 那這樣子做法我覺得才是安納奇主義 就是我們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部分 先通過而且這樣通過一年多了 雙方都還蠻高興的 然後通過之後剩下有一些 可能還沒有完全處理完的部分 我們再來一個一個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公投的情況 恰好證明說台灣是比較接近 安納奇主義的處理方式 而不是說好像一邊只是因為 百分之五十一 就把另外一邊完全摧毀掉的方式 這個情況就很強 因為我身邊有一些同學 他比較抱歉的 有些類似哲學家保密 那樣的感覺 對 我畢竟可能比較抱歉總經理 有錢 那好像跟你幾乎是新品契合的 就是相信更多的開放 更多的大眾產品 整個社會好像每一部都不會彩片 不會啊每一部都彩片 對啊 就是口罩地圖當時一百四十種 一百四十種裡面 每一個都照顧到鑰匙嗎 好像也未必 那但是因為是開放式的創新 所以有人會馬上跳出來說 你用地圖那是不是歧視盲人 那如果這是我們招標出來的一個東西的話 我們當時就完了 因為對不對 因為招標你只能有一家得標的 那但是因為我們是反向招標 所以我們就說 對啦這個地圖盲人真的不友善 你行你來嗎 那所以這個時候這一位朋友 事實上是疾管署的廠商HTC 叫疾管家 那他們就可以透過LINE的方式 讓眼睛比較不方便的朋友 他用這個輔助式的語音 甚至之後Google Assistant Siri 就是這種Apple的語音助理 事實上是趨勢科技的朋友 也做出來了這樣子一種 完全用聲控 就可以看到這個 不是看到 就可以聽到最近滿滿的藥局 然後有地圖的情況 所以可見開放式創新 每一部彩片的時候 就會有看不順眼的人 去踩跟他平衡的一步 那但是如果一開始 不是開放式創新 而是贏者全拿的話 那如果這些精英碰巧都沒有盲人 那盲人就完了 謝謝 這個時間很OK嗎 不太好 下一個還有 但是我先你們五分鐘 所以我五分鐘進來 好 看過國人印年秀 您看過國人印年秀 您看過國人印年秀 我說人來有沒有擔公室 歡迎大家去參 每天早上七點到半夜十一點 所以真的可以去嗎? 你現在就可以去 好,下去沒有人就是 對,也有人,我們很多同事在那邊 所以我們可以去台灣,還有我們一起陪我去 當然,可以 兩次人太棒了,我不可以把智慧提供給你 所以我決定要留給我自己 我自己的認識裡面,就有很多 加上就是忘成鳳 也曾忘成鳳,現在可以留給你 高興就好,對 但是,剛剛你講的,希望小朋友 或者希望現在的人,可以朝著自己喜歡 有興趣的方向去追尋 那我自己在很小學的時候 看過成長生在那邊住 那我也看著就是,那個黎媽媽的感受 那現在,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現在的家長 說怎麼樣進行他們的教養? 嗯,我想就是不要讓自己輸在終點線上 所以就是,就是 你的小孩在學習的過程 你如果之前學習的經驗不太好的 一些科目啊,或者一些事情啊 你可以跟著小孩重新經歷 而且這一次呢,你就跟老師比較平起平坐啦 所以,就是至少不會有那麼多不好的經驗 所以如果之前自己有過不好的學習經驗的話 陪著小孩一起學習 其實是化解這些不好的經驗最好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就是同事教育工作 或者是你其實之前沒有什麼不好的經驗的話 那陪著小孩一起成長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也可以了解到世界上還有哪些新的 新興的學門 好比像說,不管是我爸爸希望我變成怎麼樣子的人 他都不可能希望我去學網路社會學 為什麼?因為在他們學大學的時候 還沒有網路社會學 對,所以意思就是說 小孩總是可以找出社會新的方向 那當他們找到這個新的方向的時候 這個向量要靠年輕的一輩 但是他的父母或祖父母這一輩 是可以給他力量嗎? 去支持他去探索這個社會新的方向大概怎麼? 好,謝謝囉 那我們也要拍照對不對? 對